尼别前一个大拥抱 新式教招3月5号启动 14天没休假 下次再见半个月后 让小情侣有点不舍 还没有那么久 还没有那么久过 因为之前都是 每个礼拜都会回去 什么话才对啊 不能快点回来 没办法 但晚上其实有开放教招员 手机使用时间 不至于跟外界完全断联 不少人已做好完全准备 那个医疗用品 肌肉酸痛的那些 刚好是同梯一起被招的 对 你觉得很幸运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你觉得14天怎么样 14天太多了 较少14天防疫不马虎 现场都有衣冠随时指引 每个人都要进行快塞 一有状况 救护车马上载走 毕竟一次三四百人群聚 该有防疫不能少 现场也有宪兵鹤枪实弹站岗 防止照源脱续行为 军权队也出动 别想偷戴伪敬品 这次14天 最大阶级还有少校副营长 克兰那些战争的 那如果真的战事发生了之后 总是要有人去上战场 操作一些武器 所以我觉得既然叫招到我们了 那我们就 回来这边做一个精实的训练 20年职业军人很任命 国家有需要随时上战场 但也有人对于新制度的效益 打上大问号 你认真觉得这样能够恢复你们战力吗 我认真觉得吗 毕竟我以前是职业军人嘛 基本上不可能 首批较招有人期待 有人无奈 国军是否真有改变 14天后就有答案 TVB 的新闻你们会状怀于桃园场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